他还是选择是使用到裁击者去跑 是吗 在混战阶段 混战阶段 所以如果是 首途的话肯定是战亚双手 对 春季赛的话 你留战药还可以打超弦 但是在亚洲杯阶段的话 好像很多战术都不太好用了 是这样 不好用 对于这个发上途来说 确实最好的就是 战药了吧 战胶 主要一旁面练度高 练度动 第二个的话 来练战双的比较多 战术没有任何影响 搬图 明星一手搬每周 这边搬到的每周 每周诗 诗诗的每周 然后诗语搬清华冬孟 金华冬孟也是宁晴少数选择赛道之一啊 他选过一次王图 上方都是做出了功课 哇 这两张图搬的 我觉得也没有狮子能够让宁晴去选择这样的搬图 是吧 但是 看来第一轮是不打算 对 留了手西湖 然后狮子的话是 呃 翻掉了西湖 翻掉了西湖 对 留了手空稿 我刚才想说 然后抬头看了一眼西湖 就是脑子没 就是嘴 没跟上眼睛 对 就是干的心太多了 思想想了一个 嘴巴要说一个 然后抬头又看了一个啊 对 大脑转的太快了 所以反应不过来着 降低点转速啊你这个 哈哈哈 就说的有点超前了 我说 哎 西湖 哎不对啊 我要说的是翻西湖 然后留了手空稿 搞不好 留了手空稿的话 就是 搞不好你说那个空稿 是这场比赛最后一张图的 哈哈哈 来看比赛开始 留到最后去吧 看吧 手术星梦 这张图 狮子给我们留下 印象比较深刻的时候 比较少啊 确实 就是好像 不拿分也不掉分 那种状态 对 存在感觉 感觉不强 嗯 起步我直接去绕凝青 是的 凝青起步 有点慢啊 这个慢的有点明显 对 太明显了 因为狮子起步了以后啊 又绕了一下 那前面还没上来 是 但是过三车 两边都过得很完美啊 哎 这一个点跳得好高 狮子压车压得很重 对 但是狮子这边 采用夹带了以后 被凝青的车身胃 被给挡了一下 所以凝青实现了反超 现在落后0.1 这边没有跳起来 小票还可以延续 看一个收点 那这边可以看着路线 凝青这个路线 非常极限 非常极限啊 这个千万不能看着路线 你看着路线的话 其实反而被带 只能看着自己的 对 只能看自己的 对 这边是有想法吗 刚刚 但是这个位置 不太好去卡呀 是的 前面这里也不能看着路线的 哦 这里完美路线 大概的几乎都跑出来了 对 现在仿佛三人同场经济一样 狮子想要去卡位凝青 那下一个弯道 凝青这边要防守一下 先顶后飘 实现反超 这边狮子直接实现了反超 而且这里过战车 如果不歪的话 那这一局就能够稳稳拿下 那这一局在最后这个路线 凝青也是比较靠左的情况下 也没有什么机会了 是 最后完整中间一分15秒06 但是这一把狮子的对抗选择 教科书 确实 他在做好自我防守的情况下去碰凝青 然后前面那个点票能否跳起来 我觉得两位选手都是完全位置的 这是位置的 凝青可能是点票点得太轻了 是 凝青在防守 狮子在进攻 其实前面两个弯道下来 双方可以说是不分伯仲 但是那个点票下来以后 狮子却是站进了上风 因为他没跳起来 是 那这个点跳不跳起来 旁边有车的情况下 我觉得还会受到一些卡位的影响 我感觉好碰短 就比如说在排位当中啊 经常出现一种情况 但是基本上都开原级嘛 对 就是外表有车的时候 你里边的车是跳不起来的 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 凝青的视角是怎么样的 但是如果说你点票靠外一点 他基本上是包跳起来的 对 就是刚才是狮子先去抢了凝青的一个内道 对 所以导致凝青的车身本身去靠外的情况下 他又点得比较轻 但是刚才我看凝青好像从内线飞出去的呢 对 或者就是点得太轻了 对 他可能点得早点得轻 他在防卡位 对 不过那个点防卡位 真的就是 压车就做不好了 没有办法保证后面的路线了呀 看一下这边 这一个弯道能够 狮子直接顶上 你看他是内线 内线飞出去的 那就中和一下 点得太轻了 点轻了 看一下他的视角 点早了 这边导致凝青也在防卡 对呀 他其实一个弯道就有 然后内线 导致凝青也 他这个太轻了 路线明显就是被狮子影响到的 对 但是其实他也知道内线不会跳起来 对 他其实点得也不算轻 但是就是太早了 路线已经 就是他跟狮子感觉像是像去卡那个点飘的位置 对 他想通过自己的点飘把狮子给顶开那种感觉 对 然后反而是自己点得太早以后 正好从那个地形那儿跳起来了 定 看起步 还是狮子比较宽 对 但是二次过来以后 是凝青速度要更快一些 这张图前面两个弯道要守住内线 这就是起步的细节 都是一个单球方法 但将图控制位 其实在后面那个点 是可以卡下位置的 但距离拉开了 这个弯道之外 连续的调整就没机会了 原本这个位置是可以进行一个卡位的 现在已经被拉开0.7的距离了 打狮子三星啊 我觉得张图 狮子一直都打蓝图的 蓝图会更稳一点 对 但是其实他是一直有想法在练三星图的 如果这个三星有些图呢 基本上是机甲赛道 而不是说这种图科的三星图 路线也很重要 对 请点一下刹车 调整一下路线 压述过来 这边跳起来 对 从开几个氮气就行 四字也没有拉近距离啊 反而是又到 吊合了你的1.6 还是在1.6 虽然的时候失误太多了 对 第一圈就是从前面那个位置开始出弯 然后又进行一波测身的大调整 是的 这边点秒过来以后 顺利冲键1分20秒10 这一局就属于起步两个人就已经拉开距离 没有任何对抗之后 直接一吻到底 嗯 图是选对的 对 这样图选的 看得出来啊 狮子这个图确实跑得也些许僵硬 对 而且狮子我觉得这一首 后面如果打到第三局的话 颁备其实可以调整一下 电音可以考虑 把西湖要放上来 西湖得放 因为西湖放上来以后 你前期主动选择一张 有机会选毒的话 直接选择一张这个夜明杀毒 间接般西湖 但是你也得考虑狮子喜不选跑 杀毒啊 对啊 这得看自己 自己的跑途 对 看选手个人风格 但对于这种赛道来说 其实没有太多难点 选择也没有关系 就是拼下双方的手感 反正也是同车图 对 是 然后又变上半一张赛道的话 其实也不亏 这狮子就多了一些调整 嗯 这比较太高了 其实就是你前面的一系列调整 让你在这个最好的对抗点 没有机会去碰了 对 我觉得这张图就是前面的一点 这张图狮子好喜欢选啊 但是他作为前妻来选 就是唯一的作用 我觉得就是消耗掉机架 对 现在想写把机架给消耗掉 看这张图吧 就是你很难去跟你的对手去拼游戏理解 你这张地图理解再深 一个卡位就没了 那狮子明显是做好准备来选择 是 提前规划好了 小飘 哎 卡位宁钦 宁钦那边淡积一点没有 这怎么跑 狮子前面其实也是有点失误的 单喷啊 但这张图就是如我们前面所说 他的这个距离就不好追啊 因为你得给多大的机会 才能把一秒的失误给追回来 是 回宁钦还是要把握好自己的这个起步节奏 狮子前面转向路线非常好 但是没有提上数 跟上马的旺一样 对 哎 你这边快就点早了 是 那这把狮子稳住 应该是不成问题 这个选途学问啊 48.46 48.46不快但很稳啊 嗯 而且1.5秒 基本上对于这张赛道而言是稳得的 就只要第4U释放不出现失误的话 很难失误吧 第4U开 就对于 乌山封印这张赛道而言就是 拿出机甲差距大 然后一吻到底 没有太多失误点 后面就只有一个跳台的失误 对 没有太多失误点 这里跳台还可以去选择一些球稳的跑法 然后你看像这种转向的 你穿这段刻一下也没有关系 但是还是完不转向 对 那这里 那前去 三点延续以后 一个 有五段延续这边侧身提手可以 那实在最后完成冲线 1分33秒82 细节 还是握住了自己的主动拳 比分来到2比 前到宁钦悬头 主要还是得齐步动手 动手晚了可能就追不上了 刚才我看到宁钦之前最佳成绩是35秒大 然后这次又跑了一个35秒4 那双方这两张图选的都好 都没有什么对抗 对 起步就结束 就一个就是起步狮子直接舞了 然后这张雾山一除呢 起步凝青直接舞了 按凝青来说 他下一张必选的红车图了 我觉得两个人不会出现太多的换车的 狮子不太喜欢换车 对 但是就是今天 如果宁钦把狮子的路给封死了的话 那就不一定了 嗯 你看如果之前狮子落后 他爱打每周打速度 但是你今天把我图搬了 那就不一定了 确实 爱打图就给他搬了 嗯 但是放了个空港 空港大家一起搏呗 空港其实也算是双方的王族 对 狮子肯定是不虚的 空港绝大多数选手的电度肯定都是没问题 就是场上能不能稳住 前套秋子物语 拿出竹心 这张赛道 我觉得对抗点应该挺多的 前期就都是对抗点 别说前期了 你要是拉不开距离 到后面也一直对抗点 全是对抗点 对抗点 倒过来 还是得卡雨 这边两个小喷都没了吗 不 有一个喷 他第一个喷应该秒点的 他快速单喷了 狮子这边一挡 让凝青这边现在已经落后了0.3 稍微过来看这边的路线 还是0.3 那在中间路段的连续弯道是没有机会卡位 他这个连续弯很快的出弯 出弯很快 直接拉近距离 下个弯道有机会了 细节了 放完还是相差0.1 对 那这张罗狮子在前 凝青这边有没有机会 狮子路线选择没有问题 但凝青还是完美 昨天也是一样的 对不过挡了一下 这个劲道凝青过得更急 还是又被挡了一下 终于被挡 但这边连续弯道 出弯有机会拖了 但是凝青这边有点乱啊 对自己出弯的路线太靠左墙了 没有办法直接飘起 狮子直接实现反超 现在还是有0.2的距离 最后一个小甩过来以后 没有什么超出点 狮子采取了一个非常穷的撞边 直接重现比分来到3比1 0.05秒今天是 0.05已经算多了 昨天0.01 但是没有想到凝青自己的调整 他已经在拉侧身了 但拉不过来 那个失误就是操作 已经变成一个复合的 乱掉的操作了 对乱掉了 他可能甩尾都点了三下方件 因为出了角度以后 又变成硬直了 然后好像还在侧身 对硬直掉了 硬直掉了 可能也是狮子采好 就在他前面失误也有点突然 然后挡到他的视线感觉 然后抓到机会了 他就冲着那个 最外面那个弯道的左墙去的 就换颜值 在凝青的视角里面 他对失误的判断 不会在那个点失误 然后拖了一下 然后突然 自己的车头就没有转过来 凝青他想的是 我要在这个点做细节 去卡位 卡你一下 然后你突然 消失了 目标消失 我的参照物没了 对 他好像二次飘移了 他应该就是 他在那边调整 但是调整的有点僵硬 他没有飘出来 形成一个小飘的那种角度 但是也没飘出来 他应该点了三下 对 他甚至甩尾的时候 可能还已经点了反关键 那个操作应该会是 比较乱的一个状态 对 好像具体怎么点 就没有办法去分析了 一瞬间有点凌乱了 感觉都有点调整不过来 这就是一个很绝望的操作 对 而且这个操作就是 最伤的那种失误 因为撞墙以后 你的状态不对 连续两天 凝青在这个点的 甩尾都非常的激 来看一下漏手 这边的射手 能够捕捉到 这个点的细节 哦 他是 哦 他 对 而且他甩尾出来以后 他还在点侧身 对 他点早了 他一瞬间的调整很多 他想拉侧身 他可能是他的手 没控制住就碰到了 他在飘移状态就滑侧身 对 对 然后你整个人 这个车就已经是拖出去了 选到了十一层 嗯 这张图 银青在色录赛当中 胜率是极高的 对 对对战封载的时候很高 五战五胜 五战五胜 对 但是封载这张图呢 面对其他选手 胜率又是极高的 四次起步还是一如既往的杀出来 他们俩打的时候不敢选 嗯 银青今天起步 有点被动 对太被动了 嗯 四次起步今天有点快 这是个单喷啊 300的速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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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放完 看一下母亲距离0.4秒 这个时候每一个 万种快速的失误都会是非常致命的 对 对 签词呢 做好细节 很危险啊 现在已经慢慢的拉近 是的 这气还要再卡一下 然后再接轻杀 这节奏没问题 0.4 还是不好追的 这个距离对于狮子来说 是一个安全距离 对 你们发现银青的出弯变了 这狮子第一圈55秒0吗 5.1 1 1 0.1左右 0.3 0.4 0.5 0.5 5.5 5.5 这四七了呀 很稳啊 但银青后面也是在疯狂后追 但狮子军根本不给机会 0.3秒一次就放完之后开始转弯道 狮子这个过弯 节奏其实操作是要比凝卿还要快一点 对 但是银青这边路线也是要好一些 这个抱有点拉近距离了 但是这个快速又慢了一点 0.2 0.2的话有机会去撞一下 这个弯很细节 轻杀过来又没弹出来 但是这一个弯道已经感觉有点远了 哇 这一把狮子 完美11成直接来手四七吗 还没有 出完以后自己的调整也调整不过来 这个真的很难撞成的 最后还是有一个48.7 勾起狮子4比1来到第一轮的局点 这11成怎么追 今天狮子好猛 4.7的成绩 他起步杀出来就一直是那个节奏 好稳 就是我们看银青的操作 我们会觉得这一局11成前面的选手 会 哪怕说和银青一样的细节 也会被拉近 对 但是我们看那个0.4 其实持续了得有大奔圈 嗯 然后当时我们的视角直接切给了狮子 我会发现狮子操作 其实比银青的过弯要更近见一点 它的这个过弯的流畅度非常的高 它那个进阶版的半种快出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啊 其实用的比银 其实用的比银 对 但是刚才它的节奏 用的是比银青要快一点 它是起步飘移的时候直接滑的刹车 对 它是起步飘移秒滑刹车的那种 其实现在大多数出弯 现在已经 都这种 嗯 现在大家对于这个技巧可能会 稍微熟练一点 之前的话 在联赛阶段里面用的不够 4比1 还到了4比1的开局 嗯 今天主要还是在前期丢了一手主动拳 对 虽然拿到手头选择拳 但是星梦的第一个卡位之后 整体的状态就有点不太好稳 有感觉狮子可能之前 看上去有一些不温不火的赛道啊 比如说星梦 比如说十一城这些赛道 特别是十一城 对 特别是十一城 这个 今天的状态 会让银青陷入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就不知道该怎么打 打什么图了 我觉得还是起步 但起步以后狮子的这个状态也好 对啊 但是如果说起步差不多的话 就会有银青淡气美满更多的对抗了 其实几次银青在起步 一方面他起步稍微慢一些 然后起步以后的节奏也会有一点断 这个已经完美冲撞了 其实如果你起步一直慢的话 就会陷入一种很难受的心理 是的 但其实也不能太过于去苛求 你真在今天的比赛起步出不来的话 你就只能去做别的 对 因为起步这个东西真的是一天一天的手感不一样的 稍微先调整一下 然后思考一下下张赛道怎么来选 其实银青搬的这两手图也让他的处近有点难了 因为他搬了两手同车赛道 他现在要最分的 对 他落后的话他没有同车图 反而是让这两手搬位显得有点甘淡 这个时候可选的图 在这样的阶段我就建议 选择一些感受上来说 自己这张图跑得还行 但是不完全包赢 或者说对方跑得也不错 但是未必完全赢自己的这种赛道 因为这种赛道可能在后续 就会战队地位比较高了 然后现阶段的话 你说你消耗太多自己的制装赛道 感觉又有点不太理智 会有点小亏 所以选择这样的赛道 即使说真被带走了也还好 然后又能保证自己的一些后追的可能 海滨怎么样 海滨 海滨 差不多 不如雪山 雪山 都是决战 雪山好一点 绝对有同车赛道 对 狮子这个成绩应该是拿技甲跑 不 跟我一起跑 跟我一起跑 就用的星黄跑 1分17秒13 跟阿生同分同秒 三个星黄 当时三个死期 哦 那那场比赛真的没有注意到成绩 混战阶段 能够跑到这样的成绩 很过去 好 这把林青起步站到你 又是直接杀出来 就起步出来了 那这个1分17秒13 那细节有点可怕呀 试试想 拉细节去对抗林青 但是明显够不到啊 嗯 后面弹射点看下能不能够到 我觉得前期先不着急 先跟着 哎 但这个弹射点直接那一道 林青感觉自己也是出现失误 前几位好像也没有那么好稳 这个你应该比我们更有发言权 林青好像一直都对这个图的弹射 有一定的 怎么说呢 可能会给到一点机会 没有办法有心理安全感 对 但这边弹射路线也是在疯狂做极限 你随后完0.3秒的差距 嗯 又是这样的距离 是的 没死 就这样的距离 你再出完这个城市到之后 就有点危险了 对 然后这样的距离呢 就是宁青能跟 但是感觉想要反超又有那么一点难度 是 但这里 速度宁青要更快一些 落地 第八段延续 WCWW要踩车了 这边踩车车 踩车车 速度更快 狮子的话 明显速度是没跌上的 这样的话宁青通过这一局 实现了反超 最后一个甩段可以钻进来 直接拿下这一分 完成时间1分17秒30 也是个非常快的成绩 比分来到4比2 你发现宁青飞得更高一点 然后就直线超了 对 但是看了一下左上角 当时神宠没想了 是没想啊 他出完的时候想了一下 所以说我也不懂 前车是什么情况 应该 你说的有道理 哈哈哈 他们就不抠这些细节了 对 我当时可能会觉得 您现在这一个点 会有他的一些理解 对 因为但是就是一个平地图 哪有什么理解 大家都一样 哎 这个平地图也不好说 就比如说长城 右边比左边 先识别重现这回事 是吧 那可能我没有这么细节吧 这走右边其实不只是为了蹭坑的 右边的话确实要更早进组点线一样 好 基本上每年的比赛啊 不一定是仅限亚洲杯 亚洲杯 亚洲杯 亚洲联赛啊 年总啊 可能都会有一点长长的故事 走右边的撑一组喷 长长的故事 是的 而且你就像Q飞车手游这款游戏 你三星图四星图 很多点的这种惯性的理解 其实都会导致最终完成时间的不一样 对 刚才那点起飞 正常来说都是平地起飞 应该没有 其实像那种点票的出弹啊 你留一个盆点票 先点 先点盆上再点票 这样他出弹速度会更快 这个就是可能在职业选手 以及线上的路人王 他们钻研的方向不同 而导致对于这款游戏的理解也不太一样 就像刺身红叶 嗯 中间那段 他这个弹射以脱飘以后 自己的反应速度真拉满的 狮子是七段延续 他没有延续 他没有跳起来 他前面应该是有点问题 有可能不是WCW 而且他感觉在整体节奏也有点乱 中间那段你就感觉他飞得很高 然后会延不上了 是啊 来 起步 这一次 狮子游段位迪新采用的是双车 但是没撤出来 双车二车没捧 对 这个起步确实是有点 节奏乱 对 从第二局我就感觉他的起步节奏要控制一下 确实是有点多 又给到狮子一个领导 没跳起来 WCW大出分 这边 也不能重开 重开的话 这有点浪费这个社会女神的 被动 对 前面狮子应该 也是有一些失误的 但是看板上时间又很快 三圈三五吗 宁青一个单喷长远去 诶 这边 狮子小平应该是被蹭掉了 对 而且宁青现在淡气是要更充裕一些 看前面弹射有没有机会 内线 能卡住吗 落地之后这个位置怎么办 他进阶了 前面直接进阶卡位 在狮子这边防卡也进阶了 这边速度上是宁青要更快一些 太靠躲了 太靠躲了 再开弹气又没倒起来 宁青这边成功实现反超 拿下这一分没有问题 是的 也是大心脏啊 在落后这么多情况下 还是能够完全反超 拿到4比3 还跑到了一个11.17的成绩 各位宁青 正常 这个长延续 WCW跟WCW这个速度差异是很大的 可能会觉得对于技巧应用很大 但是他还是跑到36.4 对 像平常那种习惯性的 就是重翻观战器 对 但他选择了多一个被动 是 智慧女神 我觉得被动真的要省得也要用 对 像之前赛道库有人与导探险那个时候 对于智慧女神的考验会更加的 其实那个调整 其实也看自己的选择了吧 是 因为像平常你没在那里这么用WCW 连续从ECO 没习惯的话 可能会有点僵硬 但小分期间长容缩率也高 对 那对狮子来说也是有点着急 4比3 分 第一圈其实领先很多 但第二圈自己的一个操作失误 把单线血也丢了 对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现在可以开始去调整自己的思路了 上一下 下一局 先上一手自己的难途尽量拿下 对 就是拿手的赛道 现在先打一手同车头 对 尽量拿下 放山 空港 对 现在就是要么就是空港了 但是现在把空港打了的话 那第二轮 第二轮把图放出来 就不能放啊 这个放了的话不行啊 那你这个搬的意义完全没有 那其实你没有办法 但是你能想到 预料得到谁是领先的那一个 就是这种图搬了放了 其实给自己机会给别人机会 我觉得就这两张图里面挑了 跨山空港是吧 其他图你都可能会打出一些赛车反制来 是的 天府这个时候还真选不了 天府选不了 选了让车怎么办 让车直接反打一手前车 你听着起步 今天略微有点僵硬 真僵硬 吃的这把机会给的也有点大 真的没客气 我这时候要是有辆哈雷特 就不用想这些了 哈哈哈哈 那起步真的就摸不着人了 柳阳这车直接想西步了 管你怎么住 空港 这一集对于两个选择来都是一个机会 1分26秒32的成绩 还是您听上级阿周围跑到的记录 当时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惊讶 因为上级阿周围也是 空气赛格刚刚加入到比赛当中 对的 那个时候空气赛格还跑电音呢 好来看起步 起步 起步 两左 对 对 对 sorry 没事 大家都听懂就行 好先起步 林青触发了一个被动 拉远了一点距离 是的 这边路远生跟正前说 连带狮子已经没弯到 不太有过来啊 甩不出来了 而且车是硬直 对 已经没办法进入到飘渠状态 这真的是 最佳连带 其实狮子已经看到连带以后 他把杀神点死 就想过那个弯 但是过不去 林青应该也在连带 对 这个连带你也没有任何办法 相当于两个墙一起在平移 你只能看你能不能调整得更快了 对 哎呦 这边二球一过来以后 看一下速度的叠加 狮子失误了 狮子失误了 但是现在还是1.6 狮子也失误了 现在0.7还是不好追 一球放过来 现在看一下0.8了 嗯 坦射 没问题 进入到室内 还进到室内以后 哎 暴地没翻 但是 还在扣慢节奏 这边有点打滑 飘得表肥的情况下 也要再被拉近距离 两边都出现了些许的失误 这狮子这一局在后追的时候 也是相当的不稳啊 但是狮子这边太早 这一局出现一个贴死 相当的不稳啊 年前最 哎呀 相当的不稳 这么吓人吗 对的 这个选择是对的 这个空港跑的 毕竟吃过亏的 吃过亏 刚才差点吃第二次啊 对啊 这选择 感觉很容易翻车 缓一缓都缓一缓 今天得出这儿 两个人的状态 打到后面可能会很乱 对 就是这两位选手 他们都是老将啊 都是我们从 都从多少个赛季打过来了 满赛系 满的 两个人都是从头打到现在的 满赛系 而且从未缺席过任何一些赛事 当然除了像年总这种 涉及到名额的比赛呢 没有办法啊 基本上没有缺席过任何一个比赛 所以说我们对于两位选手的 心态调整能力是完全信任的 年总是就到名额太远近了 对 但是现在两位选手 都是出现了这样状态的问题 我们可想而知 对于两位选手 现在的心理压力 会是多么的大 是的 你三个我三个 这一届出现过太多这样的局面了 对 真的不是说抗压能力不行 也不是心态不行 而是说现在真的压力已经压到了 奈何你是神 你压力也大 因为这是第一局 我觉得大家还是先把自己发挥好 这是第一局的比赛 第一分丢掉了以后 其实你还有机会 到第二局才是真正的 让你喘息不过来的时候 你也说了 第一局丢掉还有机会 但是对面真的就有可能不给你机会了 这个机会不是说每次都争取来的 你是以两个人这个状态来说 我觉得学队有可能丢 确实 是吧 太难了 这个空港跑成什么样了 下一局狮子 这个选图其实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选一首自己的机甲绝活赛道 或者是 西部 西部 西部其实也算是 你选一首机甲图 他不敢不拿 你都4比4这个局面了 其实狮子我觉得他的西部是处应该 哎呦真的过不去 年轻出弯快 其实那个弯道有点多 他过了第一个直角弯以后 还有一个 对他需要拖过去 对他需要拖一下 所以就是狮子就算那个地方 他刹车按再一次都过不去的 1号 1号公路您请取不上了 序列未来 啊 不是 狮子为什么 为什么不上啊 对啊 这个这个才是主要的 狮子为什么不上 第二轮他可以搬图啊 本来序列未来的图就没几张 对啊你搬一张 搬一张 本来就要搬到 对啊两张搬到不就好了 手头直接拿呢 但是还是有图 不是 你怎么得你拿一辆车换一大分都值啊 值啊太不用算啊 太保守了这边 这不只能先跟住 我觉得迎亲歪了 我觉得对于狮子来说 有那么一点机会 只因为就对面是序列未来 对啊 这亚洲杯未来啊歪了 嗯嗯 嗯怎么看 你看错了看这个 对啊 对啊 序列在亚洲杯来说是有未来的 有吗 有的 其实这个距离完全可追的 对不着急 但是若是现在哈迪斯有两个意思游呢 哈迪斯选择了留意思游 但是 哎 宁静这边应该是速度不太对 这边速度能控住吗 不过这里长制线 您就还是能够拉开一些 哈迪斯这个距离的话 应该是测不到分的 对 落地弹射啊 两位选手都没有任何问题 前面测试 哎 现在碰了火墙 是的 那太早了 两秒的距离一个意思游以应该 没有了 肯定没有了 肯定是没有了 不然的话刚才是有那么一点点机会的 后面有可能会造成一点压力 所以 没有任何压力拿下了这一大分 连追四把 从1比4到5比4 所以我说什么 这个亚洲杯序列有未来 但是你中间一度沉默 你说了 但是你没有相信自己 我相信 我后面最终还是选择相信我自己 好的 只能说有点危险吧 07.32 序列未来07.32 跑得有点慢啊 但是赢了就行 对 成绩什么都不重要 一个拿到了一个大分 一个丢了一个大分 对 对于一号公路这张图就是为什么 上场率这么低 就是因为 无论你用什么车 他都可能翻车 4比1被翻 狮子的话 战术solo上有点 其实这个追分每一局 我觉得 凌晨那边追的都合行合理 对吧 但是是最有 有失误 但是最后 在拥有这首选读拳的时候 其实 姑且我们就认为 有这种选读拳 最起码是一个六四开 当你要是有一些 用车上的思路想法的话 有可能真的就变成91开 对啊 就是你要么就选择 一张拿机甲的图 大不了 他不敢 他不拿的话 那你拿了 你拿下这一分就没有关系 你选了一张这个图 你又不拿机甲 其实你选一个A车的图 就是 最模棱两可的 你要不选西部 我拿不了机甲的 所以就是感觉这两天 就选手们在 渗入这种局面的时候 一些选择 会出现一点问题 真没看到 哦 这是没喷的 对 这里是没喷 我刚看到了 但是这个时务就 他太靠左了 太靠左了 然后就提前飘移 因为他想要把这个侧身出来的小喷 跟落地喷 衔接到完美的CWW 这样的话才能跟上 拉近距离 因为那种距离 这个ECU能不能蹭到喷 真的就不好说 因为他知道他有一个ECU 他必须得做 对 但其实就是 如果你ECU拉近距离 你到最后一个劲道也不太好撞 所以就是不得不去搏前面的这个路线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种侧身点 很容易出现失误的情况下 就还是先求 年轻之前这个弯道也出现过失误 但是这一把其实是从底性上来 角度分析的话 就哪怕说那一个弯道 被拉开了一点点 只要十字平稳通过的话 大概距离可能是0.5左右 是吧 然后一个ECU能够拉近0.3到0.4 咱们就按0.3来算 0.2的距离刚好到冲撞距离 其实也可以博一下 对 而且哈迪斯跟旭月未来 我觉得这一撞 也许对于旭月未来的冲击 真的会比较大 因为哈迪斯有 对啊 对啊 对是未来的话 他可能对方性没有那么强 但是进入到第二轮的话 现在一辆赛车就 如我们刚所说 可以搬图 但是也可以直接选出一招出来打 那肯定直接选啊 对啊不然直接搬掉的话 他作用就没有那么大了 看一下吧 这个用敏敏的心态就是打完了忘了 给你轮算了 算了吧 对吧 有量提前忘不了啊 这个不能忘 哈哈 这个确实不能忘 那你要换一个角度去考虑啊 我们现在正在开始一场比赛啊 这个赛制呢是Voe1 然后呢 那个就是残范这边让我选手图 然后还多给我一手去月未来 哎呦我去 这个还有这等好吃 这个形态绝了 那是选不选呢 你就是说第一手选还是留在后面 第一手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不选手图的话 那宁钦不得不翻掉这个机甲的图 对吧 颜光王城 嗯 那就可以把他的那个美洲给放出来了 狮子可以放精华的梦 还是把美洲翻了 那放苏格兰吗 嗯 嗯